会议尹君子要认清因为吸烟而死亡的美国人每年超过48万 尤其是美国亚裔的三大死亡原因 癌症、心脏病与中风都可能与吸烟有关 因此ASQ华语戒烟就特别鼓励尹君子要勇敢戒烟 ASQ华语戒烟表示 研究已经发现根据亚裔美国人的吸烟率平均达到近17% 与其他足以相比数据都偏高 其中又以中国人、韩国人和越南人吸烟率分别达到16.6%、18.83%与18.86% 不过研究也发现有超过六成美国亚裔都有兴趣戒烟 因此ASQ华语戒烟特别联收Apple 鼓励亚太裔瘾君子与他们的医生、社区领袖以及亲朋好友一起讨论如何戒烟 ASQ华语戒烟强调 调查中也清楚显示由于华人社区的英文水平有限 因此他们不只提供母语说明的戒烟资源和援助 且可免费提供电话戒烟辅导与尼古丁戒烟贴片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打电话到ASQ华语戒烟1-800-838-8917 咨询有关免费戒烟的支持服务 因为机构成立七年以来已经帮助超过一万五千名亚裔成功戒烟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明文忻 中文字明文字明文字明文字…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